全国政协委员第1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刘丽莎 现任石家庄市河北邦子剧团团长 进入邦子剧团近40年来 刘丽莎塑造了一个个经典人物形象 成为深受广大戏迷喜爱的邦子名家 今年春节期间 原本是戏曲演出和下乡演出的高峰期 但由于疫情 邦子剧团的所有演出都搁置了 除了每天坚持练功 刘丽莎和剧团的演员们 开始尝试利用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 开设宅家看大戏栏目 上传经典戏曲唱段 让戏迷宅在家里也能看大戏 快手也是我们利用的一个平台 鼓励我们的一级演员 还有我们的名家 在快手上传播我们的戏曲唱段 优秀唱段名家名段 这块也挺受众面也挺大 不仅仅是过去的戏迷 现在好多这个年轻的大学生 也挺喜欢听 他这个互动 那个一圈粉 两三万 经过这次抗击疫情 刘丽莎对河北邦子 这个地方剧种的发展 有了新思路 她说 未来剧团将建起云剧场 戏迷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 欣赏邦子明家的表演 而且可以跟着明家学唱戏曲 刘丽莎今年的提案是传统戏曲的保护和发展 她说地方戏中有很多好素材 但近年来很难看到好的戏曲影视剧出现 她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经典的邦子戏 制作成戏曲影视剧 现在呢就是电影电视这块 我感觉地方戏还是扩展面有点小 我希望我们的地方戏还能够上院线 能够为更多的观众去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